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四位 現場 看到這一位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們在這場比賽是 加拿大隊對津巴布位 加拿大就是穿著他們的全送紅色衣服 在場裏面的左公右 將會先開中線球 即是他們先開球 最後的位置會穿著黑色衣服 加拿大隊的陣營分別有3號的塔拉 4號的文麗特 5號的卓羅 6號的道基 9號平山以敦 這位好球之人 亦是隊長 10號的希恩 12號的巴里斯 開了中線球之後 出發部位就是拿到這個空球球 想在中間突破 但是交給自己的隊友不為意 向前跌球 後正已經舉了手示意 這個又是得益的 仍然被加拿大隊繼續進攻 後手交球 又走回細位 細位給兩個球 好處就要射 嘩 落地都要彈兩腳 球證會不會吹呢 暫時沒有試意 給希恩 就拚了出去這個左邊 畫面去到這個左邊 已經進攻到過了 這個22馬線 可惜自己想多了 向前跌了球 好處就拿回控球拳 看如何處理 馬上出發 大邊就在左邊 摺到球之後 向前抄了 第一個 撐到沙尾 好運 拋到裡面 接到球之後 自己隊友也包過來 主要設定沒有前無去路 當然要改改方向 中方位都相當機動 打完左就打了右 轉方向的速度也不錯 見到加拿大都沒以為他會越位 因為你拿著球就open play 你可以在後過他們的球去走 中間 靠差走位 到手就是有機 不可惜還要在背後撈一撈的球 開個快球 2-1給不給? 給到了 津巴布衛很凌厲的風勢 在大約四個phase之後已經過了半場了 而且他很懂得利用自己的體應和速度 不斷地進攻你的防線 就算他過不了你 起碼你已經draw到兩三個人過來 那外面自己的隊友就有機了 剛才入球的就是11號 是尼瑪迪維 這個加席就入了 看看這個入球 Taggle低了之後 其實拿了入球 那球證呢就是 吹 就說呢他應該是先放了人 才去拿球 因為現在的球禮跟之前不同了 因為你Taggle了人 你一定先放了手 然後才去拿球 進入球 進入球之後呢 亦都是他的中線球 開得很漂亮啊 剛剛過十馬 接得很穩陣 外面三打三 走到斜線 卡到對方 哎呀 被對方拍到的球 向前接球了 變成加拿大隊呢 就努力底下呢 就拿回控球拳 那將會有一個scrum 在這個位置 進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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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大部 自己在啦 會不會轉方向 不可 自己去 去不了了 沒勤力啊 現在轉方向 是右方 還有人在等 他走進來 改變方向 拉他不低 但他都交不到球 轉過來左邊 走回內線 內線都掩蓋過來 但加拿大球員都掩蓋到 這個球員的體力很厲害 抱著一個人 都要掩蓋到三度 過了線 這個很沒力的球員 就是姆巴職 姆巴職去年也有來香港 看慢鏡頭 中間去不到 忍一忍才交出來 再給內線切進去 給姆巴職 姆巴職前面有兩個人掩蓋了他 誰知他還要掩蓋兩三步 揹著個人過達陣線 沒辦法了 因為加拿大的防守球員 已經很大劇 你不敢揹到他過去 那就沒辦法了 真是值得他達陣 剛才入球的球員 暫時已經有42個達陣 在姆劍生涯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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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姆劍裏面 就先得了 現在在捱打 看看如何把握這一個控球拳 轉方向右邊 外面做一隻走到斜線 不交 自己設定了 交不及了 因為對方已經蓋到 好可怕 球證 球證就說 出馬每位的球員犯規 開個快球 避開了一個 踩了一個外線 好厲害 很有經驗 這個球員 十二號的巴里斯 開了快球之後 踩到內線 看到一個小小的空位 對方不在意下 追不到他 用了慢鏡頭 轉了方向 這應該是希恩 沒錯 戴了一輪之後 這個方很危險 因為差點輸了 幸好對方犯規 犯規不管了 開個快球 被假手之後 踩進來 塞了位 回不來捉他 十二號的巴里斯 很聰明 衛球隊追回一球 暫時 都還落後 加拿大隊 落後7比12 這球真的自導自演 對 沒錯 一見到機會 別管了 自己衝了先 在上半場完場之前 總算為加拿大 拿回一個達陣 這邊看到 樽巴布偉 又有機會 巴哲朗家 狗號仔 接了球 就向前 直走 好了 因為頭兩步已經擺脫了對方 以他的體力 你很難再追回來 看慢鏡頭 開個高球 一接 沒有人跟他爭 問題是沒有人跟他爭 等他下來 等他下來 你又是tackle不到他 打得有點被動 這個加拿大隊 不夠臥球 其實加拿大隊的tackle 都算做得不錯 十一個tackle裡面 全部都是成功的 但是我看回數字 樽巴布偉 他們在全接方面 做了25個 是成功的 而加拿大方面 只有7個 即是說 其實樽巴布偉的隊員 合拍 是做得很好的 如果他全接做得這麼多 相信他的球賽 攻擊點的變化 都相當之大 令到加拿大隊 很難守他 上半場 樽巴布偉 17比7 下半場 又輪到 加拿大隊 樽巴布偉 開球了 加拿大隊 落後10分 要一個達陣 一個Full try 7分 還要加多一個達陣 才可以反勝 手小位 小位 對 過不了有好處 可以引你 扯回防守球員過來 然後才改變方向 外面空位相對大了 沒錯 帶了一輪之後 再加拿大隊 再加拿大隊 中間 向前交球 有一點 球星沒有示意 照設 外面放向 嘩! 外面三隻 兇了 忍一忍先 不要太快交 沒錯 走得平了 交不到他 左手扁 被他避開了兩位球員 設得快 2分 剛才叫他放球 因為對方已經贏了 Rug 他再用手勁拿 犯規 中間去 擺不擺跌到 擺跌到 有個人追到他 會不會拍到他的腳眼 好問 嘩! 是拍到的了 不過連人帶球一起 還是他們達到的 又是巴利茲 他真的很聰明 剛才那個位 空位很小 但他瞧到對方的人 看了出去 他立即在中間突破 看晚鏡頭 也是他個人 在香港第三次的達陣 設定位 立即拿球 被球證警告之後 出來 他看一看外面 看到對方 轉了 轉了身 立即走回他內線 轉身都慢了 後面這個補位 其實是難的 因為他要回來 補入一隻 他捉到已經很厲害 巴利斯 加拿大 加拿大 也是入了 於是 加拿大方面 現在有 加拿大方面 4分 加拿大 17分 加拿大需要多一個大陣 才能反挑戰 剛才的大戰力對於這場比賽相當重要 現在加拿大地完全有機會可以拿回這場比賽 放棄 梅特放棄之後 清除因為津巴布衛球員的體力相當厲害 強行推翻贏 他拿回這場比賽 反攻下一個靠差 就是中間突破 過不過到 過不了 好出跑得快 但都被他已經過了十馬線 拿球出來 犯規的加拿大隊 這個是Rug 這個在Rug裏面出球 你不可以撕撥球 打籃球是要Tackle 你強行拍球向前 是一個罰球來的 春花布衛想拿多幾馬 可能他對自己的街外球有些信心 還有呢 逼到對方的達陣地裡面呢 他有任何出錯呢 以他的身形 泵多兩步就可以達陣了 好 好了 把球看出界外 即是說 贏了一些距離 現在呢 更加近 是對方的達陣區 在這邊呢 就是開這個界外球 好 他都很高 好靚啊 這個 果然呢 就對自己的那個界外球 很有信心 下來呢 做個摩 一拆 拆出來 打算做一個快球 哇 被他避開了兩個 那隻腳步快到 這個就是12號的 就是寶花織 果然間呢 這個拆律呢 是成功的 踢出去界外 接著去開界外球 翻回來 已經是拿了很多的距離 賺了不少了 看這個鏡頭 慢鏡頭 設了下來 做一個摩 他做一個摩 的時候呢 就抓對方的人 近來 然後見到那些人近來 他就拆 一拆出來 外面就有空位了 這個當然也都要拆散 12號的無花織 因為他對面 其實已經一對一 那些人被蓋起來了 哇 他那兩個 兩步避開了對方 很出色啊 在對 在隊裡邊的戰術 以及個人技術上 在這球裡 表現出來的 很出色 又拉開這個比數了 24比14 開一個中間的球 加拿大隊 看到路啊 接到 但是呢 就是offload不到手 一個hand off 拔他不住 前面還有一個 避不避得開 避開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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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球 很可惜加拿大隊一般 打這場球 最後以21比24 輸了給俊巴的位置